据封面新闻原因美媒报道 当地时间10月29号 一名18岁高中留学生杜某 因下载儿童色情影片 被以相关罪名判刑 这名留学生是马里兰州一所高中的交换生 警方通过追踪访问儿童色情文件的共享站点 锁定IP地址后追踪到了杜某的住址 5月16号当地警察搜查了他的住所 发现他下载过儿童色情视频 视频中的孩子年龄只有6岁或8岁 相关文件共55份 10月18号杜某承认了拥有并意图散布儿童色情的罪行 马里兰州巡回法院判处他10年监禁 服刑一年 其余刑期暂款执行 下载儿童色情影片被判10年 美国法律对儿童色情可谓严峻 1977年的儿童性剥削防治法案 明确禁止制作传播和商业性流通 涉及16岁以下儿童的色情产品 这种保护还延伸到了虚拟人物 2003年 小布什签署相关法案 扩展了对儿童色情的定义 把电脑产生的视图及所谓虚拟儿童色情图像 包括了进去 也重点规定了儿童色情物品的预防措施 其中规定制作传播接收或未传播而持有的 或者意图从事上述行为的基本刑期为5年以上20年以下监禁 如果行为人有前科将被判处15年以上40年以下监禁刑 在执行上同样不打折扣 2007年 俄亥俄州的一名律师因为PS了两张儿童色情图像 就被法庭判罚30万美元 在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榜首未知的取代者 不是恐怖分子 而是一位儿童色情片摄影师 新京冒动新闻综合正理报道